狗狗浑身哆嗦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问题 因为哆嗦是个症 它不是个病 那它能预示什么样的疾病变化 或者是生理变化呢 首先第一点哆嗦 跟人一样冷呗 大冷天的毛要是被踢了 它能不哆嗦吗 或者即使毛长得好 下雪了能不哆嗦吗 这个是由于冷 但有的时候是因为发烧啊 也是冷 我们人会打冷战 小狗也会打冷战 发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小狗精神萎靡 不愿意吃东西 然后整个小狗都在那边打着哆嗦 去摸一摸耳温 去摸一摸腋下温 或者去摸一摸大腿内侧温 都会发现 好高温度啊 可能是发烧了 但有的哆嗦是因为疼痛 这就很难去察觉了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像吃完骨头 或者吃了异物 或者从高处坠落 或者被家里人折打之后 你会发现它在那边瑟瑟发抖 有可能是因为肌肉的扭伤 有可能是因为胃肠道的滑伤 有可能是骨挫伤 这一点就比较严重 可能送到医院里面 需要去做拍片 或者其他诊疗去诊断出 所以哆嗦并不是单一一件事 哆嗦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和发现它 在这里就会发现它们的事儿